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将会为最后得分最高的同学颁发养生达人荣誉证书 话不能乱说 东西也不能乱吃 养生大会考首场对决饮食篇 请问 煲汤时奶白色的汤更有营养 对吗 消化科主任医师担任裁判员 胖胖红阳究竟谁能成为首届养生达人 这道题是红阳答对了 今日健康话题 养生大会考饮食篇 饮食养生会精彩马上开始 饮食养生会健康又美味 欢迎您关注湖北卫视饮食养生会 我是主持人段剑海 本期爱问团胖胖 红阳 今天是我们的养生大会考 好 同学们起立 考官好 好 同学们好 今天是你们会考的时刻 我不习惯 还要考试 没错 对 我们不相信对吗 我习看这边写了主考官 还有裁判员呢 因为你们都已经是养生达人了 但是我们需要得到一次见证 到底你们的养生知识储备 合不合格 需要有专人来给你们 推出一个评判 好 那这样 今天呢 我们就从养生的这个吃的角度 给你们准备了一套试题 当然 关于我们这样一个主考官 是不行的 还得有我们的裁判官 我们要请到一位养生专家 来告诉大家答案是否正确 我们想的专家是来自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友谊医院消化科主人医师 翟慧红老师 有请 翟慧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消化科主人医师 博士研究生 擅长胃肠道肿瘤的早期静下诊断 与微创治疗 今天您的这个角色不单是专家 也是我们的裁判官 那这样子两位同学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好 现在我们就做 要开始进行考试了 希望老师能给出我们 专业的健康意见 好 欢迎您继续锁定 今天我们请来了来自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消化内科主人医师 翟慧红老师 来当我们的主考官 要看看我们的两位同学 今天养生考核到底过不过关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我们好 今天的第一套题就是判断题 判断题考试规则 主持人作为主考官宣布题目之后 胖胖红阳同时举起对错牌作答 每答对一题即可掌获20分 战斗即将开始 两位爱问团成员加油吧 来 第一题请听题 请问 煲汤时奶白色的汤更有营养 对吗 好 红阳认为是对的 胖胖认为不对 红阳 你觉得奶白色的汤 其实更有营养是不是 对啊 我平时包括我妈外婆 炖那个排骨汤 就一定要等到那个汤啊 有那个奶白色 看起来就特别特别有食欲 而且据我所知 就是这个汤啊 它熬了很长时间 那个奶白色 其实蛋白质 对 其实那个汤是特别有营养的 我觉得就是这是对的 所以胖胖你觉得 只有火锅的汤 才是更有营养是吗 说什么呢 其实我想说的是 汤会变成奶白色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在做的过程当中 它锅里边是有油脂的 油脂一定要遇上高温热水下锅 它才会把那个汤 冲成奶白色 所以这个奶白色 这个汤里边是油啊 我说的是蛋白质 不是 不是 所以蛋白质 所以才会变奶白色嘛 反正我就觉得这个事不太靠 我不敢说 问排判员 好 老师到底他们谁答对了呢 实际上这道题呢 是胖胖答对了 原来并非如此 并不说奶白色的汤更有营养 为什么呢 是这样的 胖胖说了 高温的时候呢 这个水呢 溅到了这个脂肪一类的东西呢 这个时候的这个脂肪呢 就像花瓣里头的中间的那个花架子 这是脂肪 这时候被开始乳化的这个脂肪呢 外面在结合着我们的这些蛋白 就煮肉汤的时候 各种肉汤的这些蛋白 都在我们乳化的这个脂肪环外头 这样的结合在一起 它们是这样的乳化的蛋白的脂肪的小颗粒 所以融在水里头 你看着像是奶白色的 以为它就非常的更有营养 但实际上这样的汤 应该来说脂肪会更多一些 我猜对了 好 这题我们恭喜胖胖 好 看第二题是什么 请问高盐饮食不健康 应该尽量少吃盐 对不对 好 两位都给出了统一答案 认为这是正确的 您给个说法 他们俩的确都答对了 实际上这个高盐饮食不健康 咱们最早听说的时候 都是从高血压 心脏病 这个领域听到的 所有的高血压的病人 心脏内科的医生都要强调 一定要少吃盐 但实际上随着我们现在 这个肠道科学的进步发展以后 甭管是我们的胃的疾病 胃癌 我们要求病人少吃盐 到了我们的肠道疾病里头 甭管是肠道里头的 就是各种炎症性的肠病 乃至到现在的 我们的结肠癌这些的疾病 要求都在少吃盐 高纳低甲饮食 是我国高血压患者的特点之一 因此减盐腺炎 已经深入百姓人心 但值得注意的是 减盐腺炎不等于禁盐 一旦钠盐摄入不足 也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机体细胞内外的渗透压 会失去平衡 促使水分向细胞内流动 造成不同程度的水肿 轻者会出现意识障碍 严重的会导致心率加速 厌食恶心等不良反应 医学上称之为低纳综合征 一项国外的医学研究显示 与每日钠盐摄入量 三克到六克的受试者相比 每日钠盐摄入量 低于三克的患者 发生心血管事件 及死亡的风险 均有所增加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 正确把握严度呢 且听专家继续为您讲述 你们俩认为是多少合适呢 一天六克嘛 六克老塔不都是这么规定的吗 这六克到底是多少量呢 一小勺吧 一九盖一盖 老师您跟我们称一称 好 我们一天一个人呢 六克 六克的颜量 那是多少呢 那么六克到底是多少呢 我们来称一下试试看 一小勺吧 试试一勺 好 我们看这一勺 三克 两勺啊 两勺 两勺就六克了 刚好六克 刚好六克 来 我们把它给转过来 我们把这个盘 称盘转过来 这个就是刚才老师 所称的六克 一个人一天用盐量的 这么一个呈现 我们看到了 想想啊 其实厨房里面 除了盐 酱盐 还有很多都含盐分 对 你鸡精也有 蚝油 蚝油 而且 一个人一天吃不了 那么多 而且如果喜欢吃零食的话 对 那这个就更少了 什么树下 树下 那就更少了 你再喝点什么 可乐 可乐 还有一些 电解式的饮料 对 那里面也都会有 所以实际上我们 正常的情况下 做菜 如果家里头做菜放盐 肯定只能比这个 还要少一些 少一些更合适 刚才我放的是两勺 对 可能我们一天一个人 有个一勺多一点 就差不多了 对 而且请注意 这个是一天的量 而不是一段 不是一段 是一天 所以请各位格外注意了 如果说您希望自己的健康 不受到这个高盐的影响 那在这个量上 一定如老师刚才所呈现的这样 一定要严格控制 好了 那这道题呢 两位都答对了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道题 请问 粥 面条 牛奶 这些啊 都适合胃病患者使用 对不对呢 这个我十拿九文 好 胖胖认为是对的 洪阳认为不对 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牛奶啊 它是养胃的 特别是晚上睡觉之前 就喝个牛奶 能够给我们的胃 有一个保护膜 对不对 对 但是呢 我最近听说那是正常人 如果你有胃病的话 你的这个胃已经没有了保护层了 你要是再喝牛奶的话呢 就会增强你这个胃酸的反应 就会增加 所以你对胃 胃的话就更不好了 所以如果你有胃病的话 要不宜要 不宜多喝牛奶 要少喝 好 洪阳判断这道题是错误 他觉得是牛奶不适合胃病患者 您给个结论 这道题呢 是洪阳答对了 我就是说 十拿九文 第三个食物呢 并不是所有的胃病患者 都适合使用 为什么呢 真的是牛奶不适合吗 是这样的 这个牛奶呢 在胃病患者里头呢 就像洪阳所说的 的确大部分人认为 它有保护胃膜的作用 可是在他患病的 这个胃溃疡患者 或一些胃膜糜浪的患者 在他喝的过程中间 它有可能会导致 我们的胃酸加剧 分泌的增多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还有胀气的产生 都会加重患者的不适感 所以呢 如果胃病的患者 我们并不主张 说是用牛奶的 这种保护胃膜的作用 来进行食用 那么粥和面条呢 你们俩认为呢 可以啊 可以 面条特别养胃的 粥也是特别养胃的 粥是对的 粥是很养胃的 就是在我们 大部分的这些病人 做完胃部的疾病的手术 或者是得了胃病 我们都建议病人 先开始喝粥 从刚开始喝粥 上面的米油开始 到逐步喝带米粒的 这种粥 建议喝粥喝下去 所以这也是给 这时机前可能有 这个胃病的朋友们 提了个弦 接下来就是选择题了 来 继续你们答题 选择题考试规则 本轮题目为多选题 主持人作为主考官 宣布题目之后 胖胖弘扬 同时举起选项牌作答 每答对一个选项得十分 答错一个选项扣十分 刚刚战成平手的 两位爱问团成员 胜负再次一举 你们可要长点心呢 请听题 请问以下哪些人 不适合喝牛奶 刚才说牛奶 刚刚老师已经把这个答案 对 有感冒患者 有B 胃溃炎患者 C 缺铁性贫血患者 D 骨折患者 那这道题是一道多选题 各位请判断 刚才虽然讲了一个答案 其他的还是不知道 感冒不能喝牛奶 答案其实已经隐藏在其中 胖胖给出的是 胃溃炎患者和 缺铁性贫血患者 弘扬给出的是 胃溃炎患者和感冒患者 就是第二个选项 已经没有争议了 那你为什么觉得贫血的人 不适合喝牛奶 你说牛奶都是 蛋白质 所以感冒的人 就是因为身体太差了 多喝 骨折吧 也是因为要补钙 牛奶里边有钙 所以如果非要选一根 就选C吧 我是排除感冒 我选A是为什么 是因为我看过一个报道 就是感冒的患者 他会经常会吃感冒药 但你吃进感冒药之后呢 牛奶里边的一些 铁呀还有钙呀这些元素 会和这个感冒药里边的这些物质 会产生一些化学的反应 所以对我们的身体 非常非常的不好 我是突然想到这个新闻报道 所以我在想感冒患 但并不是说感冒患者 不能喝牛奶 是因为感冒患者 吃了感冒药之后 不能喝牛奶 所以我选A 这是他们给出的判断 老师 他们有人完全正确吗 我觉得胖胖可以 胖胖是对的 对 好 胖胖的选择是正确的 好的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答案 为什么贫血患者 尤其是缺铁性贫血患者 它不适合喝牛奶的 因为缺铁性贫血的这个患者呢 之所以叫缺铁性贫血 我们所谓的缺的铁是 缺了这个牙体离子 导致了我们的这个合成 血红蛋白的过程 这个中间受到了影响 所以造成了贫血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牛奶大家都知道负含有钙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这个钙是影响我们的 这个牙铁离子的吸收的 所以在缺铁性贫血患者中间 喝牛奶是很有营养 但很可惜 它会影响我们这个铁的吸收 会影响我们贫血的这个治疗 所以在这类患者中间 因为这个原因不建议喝牛奶 答对了 所以其他两个项目只是混小项 是吧 好的 那这道题要恭喜胖胖 多选题 选答对了 对了 日常生活当中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 在用药啊 还有很多的一些日常习惯上 格外也挺注意的 爱问团上演养生大会考 首轮战况 胖胖弘扬追成平手 这道题呢 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胖胖和弘扬呢 能把这个D选出来 我觉得已经也很棒了 题目难度系数再度升级 究竟谁能最终胜出 胖胖是全选 红羊是 红羊选什么 头包 头包类 对 银食养生会精彩继续 欢迎大家来到养生实验室 我是养生实验员吴青 那么大家都知道 维生素C的功效非常多 尤其是清除我们身体中的自由基 抗衰老 抗氧化这个功效 可以说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想 虽然说维生素C非常的好 但是我们不能和牛奶同服 这又是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在这个试管中 加入一些牛奶 大家看一下 牛奶挂到我们baby 是呈流线状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加一下 维生素C 看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牛奶现在变得非常的浓稠 并且baby上挂了很多的沉淀物 那么其实呢 这个沉淀物是因为我们牛奶中的蛋白质 与维生素C发生了反应 会影响我们的胃肠道吸收 还会引发我们的胃肠不适 那么这个是第一点 我们牛奶不能和维生素C同服的原因 那么第二个原因还因为我们的牛奶中含有维生素B2 那么它和维生素相加在一起 两者两两相抵抗就都失去了作用 等于这个时候你喝牛奶或者吃维生素C 都没有任何的效果 所以在此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 牛奶和维生素C一定不能同服哦 再来看一看下面这道题 请问以下的药物 服药期间禁止喝酒 禁止接触乙醇制品的是什么呢 A有米错类 B本乙双瓜 C青梅素类 D头包类 你们的选择是什么呢 单选多选题 多选题 多选啊 胖胖是全选 红阳是 红阳选什么 头包类 头包类 头包跟青梅素 这是红阳的选择 胖胖认为所有的都应该选择 就是头包青梅素 我们都知道消炎类的 而且都知道 在这种打消炎针 或吃了消炎药的情况下 是绝对不能饮酒的 对 会造成生命危险 前面两个我不认识 老实讲 他们都选择了 这个青梅素类跟头包类 这个我们大概都清楚 那么前两个分别是 什么类跟药 跟喝酒在一起 会有什么反应吗 老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道题呢 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胖胖和红阳呢 能把这个D选出来 我觉得已经也很棒了 说明你们平常的 这个生活经验 非常的充实 那么第一大类的 这个米菜类呢 其实是我们一大的 这个抗生素的一大类 我们的抗生素 这几大类里头 一个青梅素和头包 都算是一大类的 还有一大类是这个米作类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 米作类的这一类的抗生素 我们这个不建议 就是说在平常输制的时候 病人接触以纯制品 第二个药呢 本乙双瓜呢 实际上也是它的药学名称 实际上是糖尿病人吃的 这样糖药 对 所以各位不太清楚 也能理解 这一类的药也不能够 就是接触以纯的时候 不建议就是同时服用这个药 那么头包一类的抗生素 和青梅素类的 咱们过去确实都知道 好像头青梅素是一代产品 头包是二代三代 都有这个说法 但实际上呢 头包和青梅素 它的结构还是有所不同的 那么就因为有这种 结构上的特殊的差异 所以实际上呢 青梅素 你用青梅素的时候 接触以纯 没问题 相反还没问题 对 头包不行 所以就是用头包的时候 不能接触以纯致皮 是 一般打针的时候 别人都会说 你最近不能喝酒 你打头包 没有说你打青梅素 不能那个 好像还有什么先锋 是不是也是 对 也是头包类的 对 所以说 正确答案是 正确答案是 A B D 对 当然不能说 因为没有选择C 那么您在接触 青梅素类药的时候 您就疯狂地喝酒 那绝对也不行 只是说 我们在原则的情况下 A B D 这三类是 严格要禁酒的 养生小贴士 就像刚刚专家所说 饮酒和吃药 可是有诸多禁忌的 患者服用头包 类抗生素等药物后 一旦接触酒精 极有可能导致 双流轮氧反应 临床可表现为 颜面部及全身皮肤潮红 眼睫膜冲血 头晕 头痛 恶心 腹痛 腹泻 胸闷 出汗 呼吸困难 神志不清 心动过速 血压下降 急性心力衰竭 急性肝损伤 心肌梗死 过敏性休克 甚至死亡 因此 尽管有些药物 已经非常熟悉 甚至经常使用 但在吃药期间 还是要切记 最好不要接触 任何酒精制品 以免发生可怕后果 危害健康 欢迎您继续锁店 湖北卫视 饮食养生会 那么今天的展老师 要告诉我们大家 日常生活当中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 在用药啊 还有很多的一些 日常习惯上 格外请注意 我们通过考题 已经呈现出来了 刚才呢 胖胖和红杨同学 最后的得分 我们来梳理一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有请老师 给胖胖同学 颁发养生达人 荣誉证识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来 给大家量一量 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这几年的成果 好 没错 好的 那再次祝贺 胖胖同学 获得了本期的养生达人 那到底下一期 当中这个胖胖 或者是红杨同学 能不能够再次夺亏呢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好的 我们再次感谢老师 同时我们一起来 请出我们今天大厨 看看他的厨房当中 为我们带来 怎样的美味 今天养生厨房放大招 大厨现场制作 卤菜中的经典代表菜肴 赶紧来看看吧 所以咱们这道菜炒的时候 它有一定迹象性 因为食材众多 所以它有一定迹象性 我们第一步是盖上锅 那是要先把鸡蛋给炒 所以点上锅以后 放一点油 油也不要太多 炒鸡蛋的时候 有一个特别省度的方法 饮食养生会精彩继续 饮食养生 健康生活 欢迎来到养生厨房 我是胡青 我是何亮 我是杨阳士芊芊 你知道有一样东西 叫桂花吗 这怎么可能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们学主持专业的一开场就是 金秋十月 单桂飘香 其实这个桂花已经成了 我们秋天的一个符号了 包括桂花的香气实在让人陶醉 有很多东西都是用桂花入菜的 这个月宫礼还有桂花 太浪漫了 今天怎么着 请说桂花入菜 我这道菜 是要做桂花菜 我跟你说 这道菜做完以后是黄绿香煎 你看桂花入开花的时候 是黄绿香煎 所以这道菜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 叫木稀 木稀 对 是不是木稀肉 对 我大师要做的这个木稀肉 可以说是这个卤菜当中 八大菜非常有代表性的 而且我看到这个配菜 食材非常的丰富 所以咱们这道菜炒的时候 它还有一定技巧性 因为食材众多 所以它有一定技巧性 我们第一步是盖上 我们是要先把鸡蛋给炒 所以点上货以后 我们放一点油 油也不要太多 炒鸡蛋的时候 有一个特别省油的方法 就是放一点油 然后可以把鸡蛋 完全给它炒蓬松了 是不是把油晃一晃 不是 那是什么 看着 咱们这不是两个鸡蛋吗 我来 来 你来打鸡蛋 好 我们需要用到两个鸡蛋 打得不合格 不合格 你根本搅了半天 它还是不合格 应该怎么样 要把它打松起来是吗 对 一定要把它打泡起来 要把它打松起来 所以快点往上调 要往上 对 这个样子 对 我还得做练练 要把空气打进去 你看 我来给你演示一下 你看在打鸡蛋 你看 这样 你看 这打了五十年鸡蛋的 果然不一样 一下暴露年龄 对 你看 这样就是 它打完以后 它就没有筋了 真的 真的 我小时候经常看到 我奶奶打出鸡蛋 就是这样 很大泡 很大泡 对 这就是空气进去了 这样它才能够 把它的筋膜打断 这样我们炒起来以后 它还能够特别地松散 炒鸡蛋的时候 怎么能让它省油呢 你看 我这炒完以后 你看油不多吧 最后还剩下很多油 你信吗 剩下的油就炒别的 对 对吗 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看我们在炒的时候 下去 下锅以后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去冻 你看 然后冻的时候怎么样来冻 不要使劲去搅 你看冻的时候就一推 你看 把蛋液留下来 对 这边的你看炒成形的 上边去了 你看底还有一堆油吧 看见没有 然后再别着急冻 再来一次 然后再推 让它蛋液留下来 这样你看 我们还剩下很多油 看到没有 没错 这样就比较用的油少 对 锅底也有很多油 然后我们把鸡蛋呢 用筷子把它切开 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个鸡蛋 事先炒好的鸡蛋 先把它取出来 剩下一部分油 看到没有 刚才就放了那么一点油 现在还剩下 这部分油要干嘛呢 我们把肉片炒了 下锅 肉片要事先的稍微上一下姜 这个肉片不要把它炒到什么程度呢 不要把它炒到特别的老 只要一变白就行了 我们的肉片今天上的是哪些姜 挂了什么 就是打点水 然后放点蛋清 放点淀粉 放点盐 放点酒 就可以了 这一道木稀肉 香炒木稀肉 我觉得我们吃的时候 很讲究的是蛋和肉 它滑不滑嫩 这一下炒完以后 这个肉就特别滑嫩了 因为我们给它穿了一层保护外衣 没错 然后下一步 我们就是准备开始炒制了 然后我们再少来一点点油 不要多 来一点里油 然后下什么呢 下我们的葱姜 末儿 稍微煸炒 然后下黄花 下木耳 下完木耳以后 马上就要把我们的肉片和鸡蛋 全下去 因为这个木耳在里边 不要过度地去炒 过度地去炒木耳以后 会形成什么效果的 邦邦邦 这样往外溅了 那看来这道菜其实也是快手菜 对 这样我们这道菜就完成了多一半了 然后把我们的黄红片下去 好 下完黄红片以后一调味 这菜就基本上差不多了 这是一道食材用到的非常多的菜样 但是每一道食材下锅的时间又非常短 对 我们其实现在很讲究吃东西 尽量不要让它烹制的时间会太长 过就来了 是 所以是不是会营养物质会有流失 对 这道菜其实刚才有说了 是一道名菜 但是你会发现烹制的过程当中特别简单 也是一个快手菜 而且它的营养真的是搭配得很丰富 有鸡蛋有卵磷脂 然后这个瘦肉当中的优质蛋白 包括我们提倡大家多吃一些木耳 很好的吸附力 所以这道菜我觉得是一道很完美的一道菜 对 我们刚才呢下了点生抽 下了点盐 下了点味精 就这几样 就是一个咸咸口 然后最后呢 这个木匙肉想炒好了呢 它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偷芡的这个活儿 什么叫偷芡的 就把我们的淀粉过稀一点 然后呢稍微给它拎上一点点 让它四有四无 这叫偷芡 勾芡就算了 又来了个新名词叫偷芡 对 偷一点芡 偷偷地勾出一点 让你察觉不到我的芡汁 没错 来 这点芡呢 往上面一包裹 好 你看 这个所有的汁 就全都上去了 您看 我盘子都准备好了 没错 好了 下面我们就可以 关火装盘了 来吧 来 香炒木稀肉 一 少油起锅 鸡蛋肉片炒香盛出备用 二 少油再次起锅 爆香葱姜末 一 次下黄花菜 木耳 鸡蛋肉片 黄瓜片 煸炒片刻 三 最后用生抽 盐鸡精调味 勾芡盛盛出即可 一份卤菜代表作 香炒木稀肉就完成了 这道菜注意了 全部都是很短的红红 快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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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大程度的保留了食物 当中的营养 而且现在闻起来特别香 这道菜是既简单 然后食材又丰富 然后口味又非常地复合 营养又非常地全面 所以是一道家喻户晓的美食